美国圣迭戈自然历史博物馆在4月25日公布了一系列 如此像考古挖掘现场发现的骨骼照片 据科学家介绍 挖掘出的如此像骨骼上破损痕迹可能是早期人类使用的垂石打击造成 如果属实 则证明早在13万年前 美洲大陆上就已经有古人类存在 北京台编辑报道